好 今天我們來發聲練習 Do Re Mi Fa So So Far Be Re Do 怎麼這樣大家都跟我唱反調 下課 解散 下課 解散 下課 解散 解散 好不好 那這個現在台積電法說 會不會股價也唱反調呢 重點是明晚美國CPI見六嗎 台股也將六六大順衝萬六 還有谷月韓卻說台股要衝到萬一 怎麼會這樣呢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明晚美國CPI見六 台股也將六六大順衝萬六 因為預估是六點六啦 六六大順衝萬六萬會不會呢 等一下我們請教粉絲師 有沒有機會 是 第二個 台肌今年確定營收衰退嗎 股價卻暢反調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會不會不受營收的影響 會不會已經利空出盡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一家我們今天要吃的東西 今天吃的東西 這是哪一家的 這一家是順發大腸麵線 順發大腸 該不會就是六六大順的嗎 這個梗 對啊 取六六大順 你這個梗蠻好玩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梗都蠻爛的 沒關係 沒有啦 沒有啦 開玩笑 怎麼這樣說呢 這樣說齁 來 吃一下 他不是都賣臭豆腐嗎 給老師點臭豆腐嗎 沒有耶 怕大家不喜歡吃臭的是不是 對啊 怕老師講完覺得很臭 他的油飯也不錯吃啦 只是有點貴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耶 很好吃耶 其實還不錯耶 對啊 在哪裡啊 你知道嗎 你沒看地址是不是 好吧 叫順發大腸麵線嘛 對不對 對 對 很好吃 這個在順發大腸麵線的旁邊 在順發大腸麵線的旁邊 Nuna記得要笑 這個要笑 好 好 那先叫 我很認真在吃油飯 不好意思 我們要笑 你不能笑 我們不能為他禮貌 你那時候在講笑話我們要笑 對不對 好啦不錯 你幹嘛 你反而笑很開心 為什麼 就沒有 被尖了是不是 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位帥哥分析師 每個都很帥 一個比一個帥 都超級帥 第一位帥哥型男 鍾坤真分析師 鍾坤真分析師 瓜哥好 瓜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吃大腸麵線 其實我對大腸麵線 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 為什麼台北會有這麼多大腸麵線 因為我是南部人 那其實我在 上來台北以前 我吃大腸麵線的次數 不超過三次 這是真的喔 真的喔 這一碗大概是第四碗 我這輩子的第四碗 你看我們第四碗看著Luna還看著我 那這次碗看著那樣吃它吃啊 你就好不好吃吃 吃一下 真的蠻好吃的 那你 可是也代表一件事啊 你來台北你也不喜歡吃啊 嗯 因為不習慣 所以我就想問 台北人怎麼會 這麼多麵線 這麼愛吃麵線 你問我 因為我很少去南部 對 因為蠻神奇的 你也是這樣子 南部真的是要吃啊 我很小時候才住南部啊 所以我沒有印象 好不好 OK OK 好不好 那沒關係 那我等一下請教另外一個 中部的 中部學霸好不好 那崑珍老師大概是這個 好不好 這邊 帥哥 這個也是一樣 你不要看他怎麼 他連襪子都很騷包 紅色的襪子 箭頭式的紅色襪子 好想看喔好不好 要過年了啊 過年了是不是 又要過年 好不好 還是可以給他看 給他看那個襪子 你看 好不好 第二位中部型男學霸 張宇晨分請先 藝晨老師你好 老師你好 真的中南部 中南部真的沒有什麼麵線嗎 其實我跟中哥是相反的 我算是從小就有在吃啊 對 因為我爸是這個鹿港人 鹿港人叫這個大腸麵線 叫這個麵線糊啊 麵線糊 其實非常好吃 那我覺得這一家啊 麵線有點特別 嗯 他的這個麵線好像有點像泡麵一樣 喔 糊在一起是不是 比較 比較粗嗎 比較分開 對 比較粗一點 對 那我吃看看好了 好 也有不同的風味啦 有沒有想加的感覺 有沒有想加的感覺 還好 還好還好 我覺得還沒有到這個 非常高的一個等級啊 我覺得還好 老師嫌棄 老師嫌棄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第三位陳維泰分析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發現這個麵線啊 他除了大腸之外 還有很多的這個 這叫什麼肉羹 對 他就是綜合麵線 對 那他的這個比重 還蠻高的 換句話說我隨便這樣 撈一湯匙起來 都是料 都是料 所以這碗要多少錢啊 68 喔 那真的還不錯喔 就有點物超所值的感覺 這樣物價好貴喔 68叫不錯喔 我也不知道 怎麼想 還會覺得怎麼樣 吃起來怎麼樣 還不錯嗎 也是省家嗎 還省上前女友 這不是雞湯啦 好吃 好吃喔 嗯 想到誰 當你孤單的時候想起誰 當你吃麵線都有感覺 好不開開玩笑 我們看下一個單元 來來來 那個 注意一下 我們的行事例 我們的行事例 我們放大放大好不好 我們福利市喔 就是下禮拜一正常播出嘛 封關前一天 下禮拜二封關還是有解盤的喔 這兩天都解盤影片喔 對 都是解盤影片喔 就是沒有什麼教學單元喔 禮拜三才是教學單元 禮拜三才是教學單元 禮拜三也叫三喔 把它互換一下 因為禮拜三沒有喔 禮拜三 禮拜三就沒開盤了 是標題叫什麼 股東會 錢 這樣買一定賺嗎 禮拜五有小年夜特別企劃 陪你過年 初六也有 陪大家開工 陪大家開工好不好 我不想開工 這兩天的那個節目都很好笑 絕對好笑 不好笑退錢 很精彩喔 對不對喔 不好笑退粉啦好不好 這很好精彩 所以這福利市還在拉圓圓圓圓圓喔 所以這個 看一下時間表就知道了好不好 阿這個 這是小年夜吧 那個除夕到除夕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 都沒有 對 都沒有影片 喔 反正你記得過年 封關第一天有影片 封關第二天怎麼樣 封關那個 第三天 第三天 小年夜 對 還有初六的時候 好飽 小年夜 禮拜六 兩個禮拜六 又吃油飯啦 會戰氣 還是我來講 然後在開紅盤的時候 我們福利社就開始正常播出囉 是啦 這個時間表演自己搞定一下好不好 來看一下下一代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我們請昆貞老師 你好 大家都穿著襪子了 唉 好 那 我覺得襪子會成為卡蒂羅紅 我覺得襪子跟 卡蒂羅紅 我覺得襪子跟蜜蜜的這個 蠻搭的啊 好 我就是如果我臉筋不見了 我就把襪子幫我塞一下這樣 哈哈哈哈 不錯喔 不錯喔 好 來 你說 好 那就是 這個時間點的台股其實 因為畢竟說即將要封關了嘛 然後這一次的台股又是 算是說最長一次的 會臭嗎 有一點有一點 有點臭 跟我襪子有點像 你腳臭不要怪我 哈哈 來看一下 好 好 新男了 新男了 繼續說 好 那就是說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其實 如果說要去看短線操作的話 其實 短線上的題材大概就只剩下 台積電明天的法說會 那我覺得就以整個低劑來講 其實大家是不太需要去擔心說 台股會不會出現大幅度的回檔 因為基本上大家可能會說 台積電它在去年的營收是一直往上成長 但是為什麼 它的股價是一直在往下掉 那其實股票市場它一直以來 都會有這樣的特性就是 它永遠是去反映未來的狀況 反映未來喔 對是反映未來 所以其實你說今年全球的經濟狀況 或是說GDP會不會好 坦白講我覺得今年是不好的 對今年的經濟應該是衰退 但是今年經濟衰退 其實以全球股市來講 它在去年已經反映過了 所以基本上在今年就是 大區間震盪走高的一個格局 對那 老師我想問你一件事啊 大區間走高 因為股月好像說上半年要見萬一啊 怎麼辦 那我覺得說其實就是 其實大家對股月也是蠻了解的 就是台股最大的防指標 是你說的我沒有說 我說你嘴巴說出來的 對所以我覺得參考啦 就是可能會就是 可能有這部分的風險 但是這個風險可能不到5% 不到3% 反指標還好 反指標是反的錯 我覺得有時候它是有點準 有時候有點不準 這很麻煩 嗯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看下一個來 好 所以那個這個安娜 國安基金賠你 遇過兔年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好 那其實以這次的國安基金來講 我覺得說 因為總投入的金額大概是500多億 那坦白講500多億對於台 因為台股成交量其實 均量一天都是大概是2000到2500億 正常的行情 那545億我覺得它的 信心層面是大於實質的作用啦 還不多啦 可是已經算 可是已經算史上第三高了 可是你把同盒房子算進去的話 應該沒有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大家就會發現到 其實光是545億 那近期在今年的漲幅 其實也還算是不錯了 嗯 對那如果說 其實說國安基金持續在場上 那不管有沒有買 我覺得不重要 重點是說 它就會讓整個投資人跟股民 會有一個 算是說心理上面的保護啦 保護啊 老師第二個 他十月底 最新財報 十月底的時候他也虧錢 可是我記得那時候 13800的時候他就要賺錢了 那十月底是14000多 14000左右 14000有在反面虧錢 老師這個秘密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國安基金成本越墊越高 對其實說 他有用力買 他不是亂買 對應該是說 不論說國安基金也好 或是說一些大型的投資機構 包括像是華爾街這邊的對沖基金 大型的資金 大家的買法 其實大家都是U型的佈局 就是說 他是會從高點一路買到低點 再從低點再買到一個相對的比較 準備要起漲的位置 所以他成本越墊越高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況 對那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其實也代表說 就以一個比較中長線的角度來看 國安基金對於整個台股 絕對是有信心的 對他才會用這樣子 比較偏向U型的方式下去做低階 對 所以就是大家是不用太過於擔心 不用太過於擔心 OK好 那記得大家注意一下 你說之前他是U型的在買法嗎 對 然後現在算去買 他絕對不會買在說最低的這個位置 而是說從相對的高點 這樣慢慢買到最低點 再買到準備要起漲這個位置 好 現在感覺越墊越高 成本越墊越高了 因為之前13,800才賺錢 就賺錢 你現在14,000多還虧錢 代表他其實有14,000多的時候有戶盤 對 好 那我一下來看一下 那這個7月13號以來的整疊幅 老師 這是說國安基金的後來的戶盤跡象嗎 是不是 對 那我就說 整體的跡象其實不錯啦 那如果說 我們就單論今年 就是說以今年1月份來講的話 其實在2023年台股的表現是非常的好 對 如果說以整個新興市場來講 台股的表現大概僅次於一些 入股跟港股 就今年啦 對 今年2023年 入港股 對 因為 那我想到Eason去了 對啊 髒話入港嘛 沒事 冷笑話冷笑話 好 好 所以其實如果說以 我們就先以第一季來講 其實第一季我會覺得 就以這個全球股市的角度來看 第一最強的會是 入股跟港股 是 對 因為說入股 因為去年最強是印度股市嘛 那其實 印啦 對 那印度股市的資金在今年 因為他激起比較高 那會開始 轉移到說 為在去年跌比較重的入股這邊 那其實對於說一些大型的投資機構 對沖基金來講 其實台股 入股跟港股 他是被統稱為大中華基金 所以其實入股跟港股好 那 台灣一定就會 相對來講資金也會回過 像之前習近平主席連任啊 第三次 第三次連任那個什麼金融指數啊 就殺 就台積電是金融指數裡面 權重 相對 最重的 對對對 所以就被殺了 所以是大中華地區 如果整個權重調重的話 比重調重的話 或資金進駐的話 台灣股市也會雨入均沾嘛 謝謝老師 來 這邊來看一下 好 那其實說 就以歷年的狀況 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說國安基金其實 績效都非常好 而且大就是以總結來講 不要去論單次的事件 都有個共同點就是 短期內都會有一點點 虧錢 小套牢的狀況 所以現在虧錢很正常啦 很正常 就是說這就只是一個過渡期而已 是 如果說回過頭來看 我相信這一次的績效 也會非常的驚人 欸你看喔 賺300多億耶 哇塞 賺53%耶 有沒有看到 哇 新款肺炎也 哇也賺34% 賺2點多億 頭不多啦 因為一買也買在相對最低點啦 對啊 買在85 23點在附近啊 所以看起來 這個國安基金的超盤績效 哇非常卓越 還要賺118%的 對啊 因為說 畢竟說國安基金不會這麼大 一定是看比較長線 所以基本上這個時間點 就是國安基金的一個過渡期 那我相信今年 就以全年的角度來看了 獲利會不錯 好就以全年角度來看的話 獲利有機會不錯喔 對 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來 大盤間諜51點啦 老師怎麼看 我順便看一下 是不是一起看到外資好不好 好啊 外資的買賣超 這邊哇 買311 外資真的回來了 對 那我就說 講了兩三年 總算回來了 你說 對 因為其實外資在 就像 我們先統計在2023年 整個新興市場的地區 其實外資買超最多的 真的就是 台北股市 是 對 那其實 會買超這麼多 因為 因為坦白講 如果說以台灣的科技業來講 在第一季都會呈現所謂的無機資潭 對 就是大部分的一些電子業啦 電子代工 它在第一季都會有庫存的問題存在 所以 它的營收一定不會到太好 那這個時候會去買 其實就是要去壓保第二季第三季過後的行情 對 那還有包含剛剛所講到的 全球資金預計今年重心會放在大中華地區的股票市場 對 所以自然會把比較大量的資金停泊過來 對 所以 因為大家要知道說 以去年來講 新興市場外資賣最多的就是台股 對 那去年賣最多 其實在今年 只需要回補部分 或是說一半 那個力道就會非常的驚人 嗯 好 只要回補 之前賣1.2兆嘛 回補一半 6000億哇 不得了 對啊 在這個速度來講 今年應該有機會買超千億啦 幾千億以上 來看一下 我順便問一下Eason老師 因為上個禮拜 我有問Eason老師說 外資是有在回補啊 所以一些外資的朋友 其實他們最近都有一些動作頻頻 老師 你看你怎麼解釋一下 對 所以我們當時講的這個三個步驟嘛 第一個先把過去借券 避險的部位先做回補 那我們近這30天就看到了 那第二步就是外資 在期貨部位 這個先壓多單 第三步就是拉抬 閃戶最明顯最愛看的這個 這個現貨買超嘛 是 所以外資這7天啊 其實已經買將近快700億了 我相信外資是慢慢回來了 嗯 好 外資是慢慢回來 7天買了700億 好 希望持續買超 好 那個跌這個51點啦 老師 那這個51點呢 你怎麼看那個接下來行情呢 來 我覺得這個51點就是 節遣的一些小賣壓而已啦 那還有說 因為說在這個時間點 會去買股票的大資金 大部分都已經是預計要報過年了 那如果說真的要報過年的話 再怎麼樣 可能也會等到台積電法說會後 才會去進場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單純以明天的行情來講 可能跟今天的變化不會落差到太大 那可能說真正比較大量的買盤會落在本週五 也就是台積電召開玩法說會 喔台積電召開法說會 那我們聊台積電 還有那個本週 本週是有台積電法說嘛 還有那個CPI的數據 這兩個最重要的 對對對 我們來跟大家講來看一下 台積電法說 你來幫我解釋台積電法說 哇最重要的兩件事 來 你說 好那我就說台積電的法說 當然說台積電這一次 他說期末考出現紅字 月增率13.5% 但是其實 台積電這樣子的營收狀況 我們在上個月好像在福利社也有特別講過 是 對就是說 台積電在第四季 或是說12月份的獲利 不會到太好 就是大家不要去期待說會有多爆發 最主要是因為說 台積電以現階段來看 大部分的 比較多的營收占比 還是落在手機這部分 那手機就像是Apple Apple的iPhone其實在今年 整體來講 他是賣不好的喔 是 唯一賣的好就只有這個 iPhone14 Pro Max 就是一些比較高階的機種 那整體來講 營收是掉的 所以台積電在12月營收狀況 不加算是正常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接收的範圍啦 因為如果說 再包含一些 新台幣的匯率再考量進去 其實我覺得他算是 剛剛好到達最低的標準 對 因為說 市場上會有這樣的解讀 主要是台積電他就像是資優生 對 那只要說一個 每次都考100分的資優生 考個97分 大家就會覺得 怎麼退步這麼多 對啊 大概是這樣這個感覺 所以老師你覺得沒達標還好 我覺得 算是合理 那會不會到時候又沒達標 下一季 如果明天公佈了法說的話 第一季我覺得也不會到太好 也不太好 對 就像外資強的嘛 季減10%到15% 我覺得差不多喔 因為其實 以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現階段大部分的占比 就像剛才所提到 大部分還是在蘋果這邊 那蘋果的一些高階機種 第一季一定不會賣得到太好 那又加上說其實台積電從5奈米挑 從5奈米挑3奈米 還是有一個過渡期 那這個過渡期 因為不可能說現在3奈米的產品就 馬上大量去賣出去 現在是5奈米嗎 現在主流就還是 iPhone還是用5奈米啊 對 還是不用3奈米 明明3奈米已經 已經可以量產一兩年了 他還是不願意用 好不好 這也沒有辦法貢獻那個台積電營收 那5奈米的產品 大家覺得這是iPhone好像也沒什麼差別 對 好不好 那你覺得 中國解封過後 iPhone的銷量會比較好嗎 我覺得會比較好 是 對 那就是說 其實說 那 比較好的情況下又再把一些有的沒有的庫存 就是把它去化掉 台積電的爆發期 預計會落在第二季的季中 好 季中喔 對 那我覺得 明 4月中 就是餘人節 記得 差不多 差不多 4月1號餘人節的時候 好不好 那我覺得差不多 明天台積電法說 會應該也會針對這一塊下去做解析 就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解析 那其實 大家可以光 因為底下這個是台積電營收 那很明顯可以發現到 台積電營收 去年是一直在成長 對對 但是股價是一直在掉 是 那這就是 股票市場 最經典的 特色 就是 股價是反映未來 嗯 對 所以 這一段 去年台積電 這樣一路的往下跌 我覺得 這一段 他就是在反映 今年第一季的 獲利狀況 去年啦 是一堆喔 營收 嚇死人 對啊 股價 嚇死人 那今年感覺年初有一堆喔 是營收 嚇死人 不是 是那個股價 那個 營收 嚇死人 然後有沒有機會 股價 嚇死人 好不好 是有沒有可能利空出地 對 我覺得說 今年的第一季 其實就像剛剛 澤提到說 他會完全是反向 就是營收開出來 越開越爛 但是股價越來越強 營收笑死人嗎 就股價嚇死人 股價本來就是在反映未來 那如果是反 反映未來的話 今年上半年就會反映 今年的下半年 那今年下半年本來就會比較爆發 有人 有個 有個美女 比愛心耶 薇泰 薇泰老師 喔 不是不是 是 是 開玩笑 好 那我想要問老師 這不好笑 哽 就是那個魏哲家 連續三個月買超台積電 467張 那想問老師 這對台積電 是不是有信心的加持作用 有什麼想法是不是 我告訴你想法啦 有錢真好 好 沒有啦 我覺得 露拉你現在眼鏡我特別有感覺 特別有感覺 特別有感覺 欸 不是你的痛很奇怪 好 你剛剛說眼鏡裡面住的星星 好不好 好 那我覺得說 剛剛就是說 信心喔 魏哲家去買 信心喔 好沒有啦 買台積電一定是說 就是對於實質的股價表現 一定不會有太大的作用 是 對那最大的作用就是 我對自家的公司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才會買這麼多的股票 對 所以我覺得對於整個市場的氣氛 這絕對是好事 他總共買了幾張啦 467張 是啊 你說其實是說這幾個月還是說 這幾個月 這幾個月喔 差不多你買了差不多3億的嘛 對 所以真有錢啦 真有錢 魏哲老師感覺你對魏哲家 感覺特別有感覺 怎麼樣 買那麼多 有錢真好 如果我是他 我會怕我買了股票之後 結果股價一直漲 你怕 他是內部人啊 你要去解釋啊 對 如果今天有人去提出質疑的話 為什麼你買到低點 你買完就利多出來 然後就漲 這其實會是很難給我解釋 所以我覺得他 我最初說 魏哲只要不要 只要財經投資 我覺得不會有問題啦 財經投資應該不會有問題 我就是說他今天 買進去之後 可能一定要至少持有 例如說三個月 六個月 三個月我就會被人家罵 我就至少一年 對 就是至少三個六個月以上的時間 當做一個長期投資 這樣大家就不會說話 對 如果說你短時間之內 抄了底 又抄得非常準 然後 我們有利多的消息又出來 然後前妻又出來 他有前妻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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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孩還轉了不少股份給小孩 好好 讓謝老師告訴我這些事情 所以 希望他可是代表你 至少內不能買股票 的確應該是有一些 多少有些消息面 然後希望就是殘期私有 那台積電的那個營收 零成長 老師我們看一下那個 那個花旗瑞銀蒙根大通 看起來Q1 那我覺得說 因為說外資給的目標價 本來就是起起伏伏 我直接給簡單的結論 我覺得台積電在今年的上半年 可以見到550元 那下半年有機會見到650元以上 對因為說下半年營收真的開出來 他的本益比自然會被上修 對 所以大概就是 花旗他是上半年 然後瑞銀跟摩根大通就是下半年 就是以目標價的部分 好 那這些 你看摩根大通蠻好玩的 都衰退是一乘二 雖然衰退幅度算最多的啦 對 結果 結果感覺目標價相對多啦 我覺得這個算是 就是他們給算這樣衰退的幅度 算是合理 合理啦 對算是合理 你看 大家本來一開始不相信嘛 可是你現在發現到 第一季 感覺是真的有機會 因為看到12月營收怎麼 降那麼快 對啊 而且本來從 財測應該是財測之優生 財測達標的 結果 連續23季都 財測都預測成功了 對 結果就像這一季 這一季破局了 對 那位置加總裁可能要努力一點喔 我就要 update一下那個財測 那個財測的那個 譬如說要modify嘛 要去 更正修正 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做 這蠻可惜一件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 除了這些相關的話 台積電概念股 怎樣發酵 好 那我覺得說 我就針對明天台積電的法說會 給個比較大方向的概念 就是說 台積電法說會 他一定會提出說 他的 他的這個 競爭力 因為現在大家市場會擔心說 台積電會不會被三星醉過去 那現在又有三星的媒體說 台積電的良率沒有像 我們國內報導的這麼的高 對 所以台積電一定會針對競爭力這一塊 下去做解析 那如果說 提到一些跟競爭力相關 或是說跟海外設廠相關的議題的話 會有哪些股票受惠 這就很重要 對 因為說台積電召開完法說會 這些設備廠就有機會起漲 那我覺得說 大家要先了解到這個時間點 台積電相關的設備廠 哪一塊最重要 因為設備廠有分很多區塊嘛 像代工啦 清潔 那或是一些有的沒有的鑽石碟磨砂 那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維持3奈米的良率 但因為說台積電在2022的上半年 他是去努力提升3奈米的良率 那以現階段來看 其實3奈米的良率 他已經可以去跟5奈米下去做匹配 對 就是說良率已經高到一個可以量產的水準 所以其實 這個時間點要去維持3奈米的良率 他就是要持有夠多的EUV機台 對 因為說 台積電量率會這麼高 主要是他目前是持有全球至少是半數以上的EUV 對 這個東西很重要 我把扇油的設備強光光了 看你怎麼跟我競爭 對 就是說 大家要先有這個邏輯說 為什麼三星跟Intel永遠追不上台積電 因為每年的EUV機台 極限就是產出50台 那這50台裡面又有一半是台積電 他下單下走 等於是說 三星跟Intel永遠是追不上 所以我覺得是跟EUV相關的設備 他受惠程度會來的比較高一點 好 這個那 那老師老師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那這些相關的受惠股 來 那當然說說到EUV的話 最 台灣全球最大的當然就是3680的加登 事實上是高達8成 那其實從5奈米跨到3奈米 整個EUV光照核的需求 會比原本增加8倍 那重點是在這裡 加登他在今年大概是可以賺到16元以上 那賺16元以上 其實目前不到300元的股價是一個很低的位階 對 因為說先進製程其實給個15倍的本益比差不多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趨勢成長的剛性需求產業 對 所以這個數字再搭配上目前不到300元的股價 我覺得 好像是15倍 16乘以15應該是250耶 差不多 對 那你 因為說 加登他算是龍頭啦 是 對 所以 所以本益比可以更高一點點 對 15到20其實都算是一個 20的話就320 好 對 所以其實300元以下都算是蠻值得下去入手的一個價位 好 謝謝老師 那你覺得這個是要看 這邊要看這邊的月線還是看季線 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說就以短線操作的話 就只要手穩藍色這一條月線 其實都有蠻多切入的空間 好 雖然他有跌破月線過 可是你看突破月線反而是個買點 對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加登 我們再看下一檔股票 來 好 那6196的凡宣也是 因為說 以目前全球來講 最大的EUV的供應商就是艾斯摩爾 那艾斯摩爾主要的客製化的代工廠就是凡宣 對 所以凡宣目前在手也有650億以上 那2022賽預估是13到14 目前的股價其實算是非常的便宜 對 蠻明顯的偏低 好 算非常便宜 所以在這邊而已老師你覺得股價為了發展呢 我覺得說股價就是有機會受惠台積電法說會以後 就網上直接開高上去 所以你就有機會 所以要入手要現在趕快囉 就大概是這幾天 台積電法說會前 對 好 今天晚上看了節目以後就明天了 所以這台積電法說以後 會不會大軍先動兩草先行 明天會設備股可能明天先噴 所以我們都沒有注意觀察 利空出信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熱門我最貼 觀照跟四星 請觀照老師 你好 老師看一下你剛才觀照 老師你今天根本就是整個大放送 設備大放送 對 設備大放送 那其實說 光照就像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台積電如果要維持3奈米的良率 最重要的它就是要 持有夠多的EUV 那光照它也算是EUV裡面的供應商之一 那只是說光照它在去年的營收很不好 是因為說業外的損失太多 但是如果說看今年2023的話 預計是可以賺7到8元 那7到8元其實目前的股價算是一個 還蠻便宜的價位 那我覺得是蠻有機會受惠 台積電法說會後期漲 對 觀照 那是到四星呢 好 那四星其實也是 因為說 四星在近期算是有跌下來 但是因為說以IP這個產業來講 它在第一期算是蠻少數 不需要去消化庫存的一個產業 那因為說四星它有接到比較多 歐美地區的這個委託設計的訂單 那所以它在今年的預估獲利 單元也是35到36 那我覺得不到1000元的價位 只要有跌下來都可以 陸續進場去做低接 對 陸續做低接好不好 這個跟大家講是四星 跟這個觀照好不好 相關的一些電子股 甚至設備股都蠻靠的 第二位 伊士老師 來漢堂 你也是耶 對 設備股 我們今天再繼續大放縱 2404的漢堂 這個是做這個無城市的 所以在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設備股相對來講 租群性是蠻夠的 也都是有量增價養的 所以無城市的 比如說這個漢堂 以及習慣的半導體設備股 比如說這個6139的雅翔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表現也不錯 這個也是跟台積電相關的一些設備股 還有6788的這個滑井店 這些中小型的設備股 其實在近幾天來講的話 都有這個量增價量的表現 那明天重點看什麼 台積電的這個法說會啊 上一次這個法說會 下修了資本支出 從400億美元下修到360 減幅是一成 所以這一次明天 這個下午的這個台積電法說會 大家看點就是 能不能回到至少是4000億美元 在今年來講的話 那就會是個利多 所以明天如果 這個台積電 欸法說會上面 跟這個法人啊 有回答到資本支出 尚看到400億美元的話 那這些設備股 渴望再繼續這個水漲船高 好才有機會水漲船高好不好 這個漢坦走勢 哇今天剛剛噴出去耶 欸老師這個 欸坤老師 我覺得你那個線型都不錯 可是我覺得全部裡面 我覺得漢坦線型最漂亮耶 對因為說 對因為說 當然說 以線型來講漢坦是最漂亮 但是 我在選設備廠的重點跟邏輯 比較會說 他的瘦惠程度的高低 瘦惠程度高低 對 好不好 好好好 老師感覺你現在真的不能吃辣的 不能遇到太辣的 遇到太辣的 還是遇到誰很辣 不知道 不知道剛剛看到什麼東西 不知道看到什麼東西 感覺是身體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好好好 謝謝你可以一直看我 謝謝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玉龍 來 好 9941的玉龍 那其實上禮拜五 我大家來 跟大家講這個 大戶報老的股票 我當時有講這個 587的中速KY 我們來看一下587的中速KY 今天來講的話 是在創一個波亂新高 所以 跟著這種觀念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選股邏輯是對的 為什麼這個中國陸續解封了 你現在景氣 今年在差也不會比 大家都鎖在這個家裡來講話 要差 所以現在 慢慢的走出來了 你消費啦 投資需求啦 以及這個企業設廠 你要買設備 都需要有這個融資助力的需求 所以 我認為這些觀念 會慢慢起來 所以這一檔9941的玉龍 也是同樣族群的 我認為 也會將繼的受惠 今天也是突破平台 網上來創一個波亂新高 所以 中豬啦 或者這個玉龍 我都相對看好 中豬跟玉龍 你都相對看好 好 謝老師 來看 威特老師 你好 好 中豬跟富財 對 今天跟大家分享兩檔 第一檔個股是中豬 那麼今年呢 這個選股上面來講 我覺得要有一大部分的一個比重 要放在報價 報價相關的題材 或是今年的一個投資的主軸 那麼在中國的保鋼 他在2月份的一個盤價 又已經提前往上開漲 那所以呢 包括像是中鋼 還有像中鴻 都很有可能在接下來的一個盤價上面來講 持續的開高盤 那麼再加上 我們可以觀察到像是鐵礦砂 還有最近的煤礦 它的一個報價 也在往上做走高 那麼鐵礦砂 跟這個煤礦 都是屬於這種所謂的 冶煉鋼鐵的一個上游的一個材料 那麼上游材料成本往上做增加 那當然其實對於鋼品的一個報價 也會持續往上做走高 所以我認為說目前看起來在整個中鴻的股價上面來講 似乎就沿著月均線緩步往上做增高 目前看起來成交量相對的比較萎縮 但是是屬於量縮較穩格局 所以接下來如果說這個盤價 持續往上做走高的話 我相信股價還有在往上做走高的機會 好 中鴻喔 之前乾架走勢還不錯 休息一陣子了 希望過年後或者過年前先噴一波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第二個是3714的一個副彩 副彩呢它是在做這個LED 它的前身就是這個晶電 那合併的京城跟隆達之後 合併成為一個叫做負彩的一個公司 那麼最近很特殊喔 最近它的一個股價 一別以往過去一年 甚至兩年的一個弱勢走勢 甚至的股價持續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而且可以觀察到 外資在最近 開始針對這個負彩 出現明顯的一個加碼的動作 那我們認為說在主要是因為在MicroLED的部分 預計在2023年跟2024年 會進入到一個所謂的一個飛快的成長期 所以目前股價相對偏低的這個負彩 就成為外資積極做回補的標的 好不好 謝謝老師 這些股票 大部分蠻多的都是設備族群的 不過也有鋼鐵 也有些玉籠 四星其實 走勢幾乎都是有可能再次噴出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接下來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邦尼圈 我們請Eason老師 因為這幾天最重要的就是台積電法說啦 明天 那時候原有就是WTI原有的一個走勢 11月在那邊嘛 平均84.37美元 好12月來到76.63美元 平均價格 所以月減幅度是9.2% 我覺得好像這幾個月最大的一次我感覺 對這個是往下降 所以原有來講的話 佔這個CPI的這個佔比 大概是6到8%的一個比重 他就是這是蠻重要的一個 WTI蠻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指數啦 重要的一個 的一個參考啦 原有價格 人員佔很多 可是人員佔價格是最直接的 好不好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另外一個 然後9%算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房貸利率 房貸利率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是不會變化 不會變化到太大啦 但是也是往下掉的 所以 11月平均6.81 12月平均6.36 月變動-0.48 算蠻多的喔是 對 算蠻多的 他的佔比其實蠻大的 因為房屋市場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這個 這個資金的市場 是啊 房地產 都是很多人的問題啊 你看像這個平均地權 平均地權條例啊 有人說啊打房了 總算真的是要打房了 對 希望有效啦 好一些檢舉制度 所以 每個執政黨都知道 其實房地產都是人民心中的痛 這個所以 要打房 所以這是房屋佔比 30%到40% 就是這個 CPI的一個 數據 房屋佔比 這麼多 然後就要首先要看房貸利率啦 對不對 對也是下滑的 所以我們看到兩個這個指標 重要指標都是往下滑的 都佔比這比 我們來看一下 對我們再看一個 這個 CRB商品指數期貨 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指數啊 11月平均 279.95 也是月減2.4%到12月的273.33 這個佔比也不少 因為裡面有很多是什麼 食品跟 飲料啦 日常生活動作 都會需要的一些 CPI的一些數據嘛 所以13到15% 月減2.4% 所以這三個重要的一個指標啊 都是往下滑的 如果我們有記錯少數啊 可以這個 三個重要的參考指數 然後CPI裡面這些重要的指數 重要的參考指標都下滑的一次啊 對 所以這一次因為 上一次是7.1 CPI 7.1 沒有錯 有符合預期 可是美國股市喔 就開心一天而已 開心 可以開心半天啦 開高走低散影線大家記不記得 高低點 3000點 老師那聽說這一次你有另外一個我們獨家福利士豪老師 你有一些獨家想法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錯 所以現在啊這個華爾街的預期 CPI的預期是6.6% 6.6% 在那個澤澤那邊 6.6% 對那上一次是這個7.1嘛 好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啦 如果明天晚上9點半公佈出來 高於6.6%的話會怎麼樣 我認為啊 會回測到14400點 對不對 大概就是 那老師回測不多啊 這是什麼我們之前跟大家提醒的 這個季線生命線的位置 季線而已喔 那回測不多啦 我們講的是短期啦因為再來就要封關了嘛 所以 有可能要回測到季線部件位置 所以 也不會到太多但是 我認為另外一個情況也有可能出現 也就是 如果高於6.6%但是比上個月要低 7.1%要低 也有可能利多反應喔 有可能還是 股市還是有可能上漲喔 所以不一定高於6.6% 就是說股市一定會 一定會回跌啦 因為我們前兩個禮拜看到了 就業數據 非常好 結果股市繼續漲 還有這個12月會議機 聯準會最鷹派的出來 結果美股繼續漲台股繼續漲 市集會官員全部 一次都覺得 今年不會降息 對 所以 在鷹派的數據啊 在鷹派的聯準會的這個 這個聲量出來啊 我認為 今年是不一樣 今年不會說 真的 鷹派的消息啊 鷹派的數據 股市就要大跌 有機會是 利多反應 利多反應就像昆森老師剛剛有講的嘛 有時候營收如果下 營收如果那個笑死人的時候股價 反而會 嚇死人 好不好所以現在 有可能利空出鏡 所以你就最壞也是回測 就是回測個兩三百 回測個三四百點 可是也有可能反而是利多反應 這兩個都有可能 記憲 那老師那這個高於6.6 你覺得機率比較高 還是 介於6到6.6的機率比較高 我覺得是6到6.6 機率比較高 因為剛剛看到很多數據 那如果是這個情形的話 衝高是沒有問題的 那 目前來講的話就衝到萬五的關卡 然後來挑戰一下 前波高點 對 網上衝的一個高點 11月高點 好10月高點 所以衝萬五 然後再挑戰前高 這個高點 那如果低於6呢 低於6的話 雖然這個機率是比較小啦 但是如果真的低於6的話 那股市來講的話 就會大噴發 因為 通膨的預期下降的 你要通膨 實際的下降速度啊 比預期還要更快 那就更好啦 6很快 因為之前最高9而已 他前幾個月的事情 對 你現在以下變5點多 那今年 那今年如果 那今年就有機會降到2啦 對 那今年降到2 那我跟你講那廢的就沒事了 就這樣子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個是比較一個 極度樂觀的一個情況 對那我認為大部分可能會在這邊 那 高於6.6 小於7.1 也有機會利多反應 因為也降低嘛 7.1還是比以前 7.7或6.8 6.6 還是比以前低嘛 對因為上禮拜五的那個飛龍就業出來 美股大漲 對啊 因為沒有 所以現在 感覺利空也都是用利多來反應 那時候飛龍就業數據 明明就是一個利空 應該說數據不錯 可是對通膨是利空 也漲 當然不過我們 老師也有講這些 不過福利社我們沒有講到 這個其實工資率好像 其實 等於是月增率 創這幾年來的一個低點 月增的幅度 創這幾年低點 所以這個所有一些 獨家的數據 我們都要看一下老師的解盤 看看有沒有福利社的解 好不好 所以這個獨家推背圖 你要趕快把截圖截起來了 截到以後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 下一頁我們來看一下 聯組會官員談話 其實在昨天晚上來講話 鮑威也做談話 但是他其實出席這個論壇 他其實是一個 這個全球汽油變遷的論壇 他其實沒有針對 個別經濟或者貨育政策來做發言 或者有相對性的一些暗示 所以 他在昨天晚上的這個談話 其實 基本上市場是沒有太大的反應的 因為他並沒有提及到 直接相關的 比如說升息 降息 這些 好 其他官員 其實還是有一些 稍微比較鷹派一點的 比如說這個亞特蘭大的 他說了 終點利率有必要調到 5%到5.25 也就是大於5% 然後長期暗兵不動 維持在這個高點上面 然後呢 舊金山的總裁 也將了 戴利 戴利是比較溫和的 比較鴿派的 對 他也說了 他只有這樣5%而已 對 終點利率也要在5%以上 所以這兩個是比較鷹派的 那鮑威目前最新的談話 是沒有一個 明確的方向 戴利之前我覺得他比較鴿 最近稍微 他一點點 不過相對於這個波勢提克的感覺 我直接說5%到5.25 對 這個都是 還是 應該就講啦 他們只好有志一統 現在目前覺得啦 那個 都覺得說今年是要怎麼樣 今年就是不降息 不過那個 債券天王 其實他最近說的 他說他從業這三四十年來 他說你不一定要相信 FED講的話 要相信市場說的什麼 市場告訴你 其實基本上 可能這個利率就到5左右而已 好不好 所以市場永遠都是對的 他說不用你 FED 說得真好 真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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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倉狂 可是沒辦法把人家債券天王嘛 OK 來 我也覺得市場還是對的 所以我們來看市場怎麼講嘛 目前市場的預期 我們用這個市場回推的話 我們看Fed Watch的話 你會發現喔 3月在 2月升息一碼 3月在升息一碼 就停住了 停住在4.75到5% 這個機率是最高的 而且現在3月啊 竟然這個機率已經 將近快七成了 對不對 這個機率已經慢慢靠攏說 我們過去講的如果一個機率啊到8成以上 那就是非常可信的一個數據了 現在已經接近七成了 2月如果升完息 這個升息一碼如果接近8成的話 那基本上 差不多了 啊 基本上差不多啊 對 這跟大家講 所以現在這個3月啊 68.4% 然後呢 2月78.2% 我們講了 超過8成以上 這個數據就 比較可信 因為Fed Watch的話 也是賺這個跳動 也是蠻大的啦 所以 升息到3嘛 漸到頂部之後 維持到 9月 應該說維持到11月 市場都不理他們啦 剛剛市場5%以上 5到5.25 沒有啊 頂多就4.75到5 所以你覺得市場是對的 廢得不一定對 然後11月會降息 降息 因為就我們講的嘛 如果這一次見了5啦 我跟你講啊 那那個基本上到12月之前應該就見到2了啦 12月2那就沒必要就沒必要升息了嘛 甚至有可能降息了嘛 而且我之前也說下半年一定會推出很多刺激政策 那個貨幣啦 或者這個財政政策都會推出來刺激消費刺激投資 所以下半年會不會降息我覺得 目前來講的話市場認為是有可能 Intel 臉書啊 麥當勞都要裁員啦 對上半年一定會 比較裁員比較難過但是下半年 大家政府啦 這個企業都會開始來做一些刺激的這種 希望台股 大吉大利啦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營收 因為現在12月 營收已經全數公佈 全數公佈完畢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好過10 我們福利社不錯喔 營收快報也講完了 因為今天剛好嘛 剛好剛過10號嘛 好不好 營收快報也跟你講啊那個明天的 那個法 台積電法說也跟你預告 然後CPI的晚上9點半的數據也跟大家講 來看一下 對那12月營收啊創新高的有89家 高於11月 好那我們幫大家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什麼 這個 還有潮水退去 也就是說去年情況不好 但是什麼 你的營收還在高檔還能創新高的 股價也有表現喔 比如說創意 華檢店 M31 智邦 這四檔來講營收都創新高 航後航 雖然 營收沒有創新高但是什麼 還維持在月增 以及他 年增 以及他現在 開始在這個 富航反航的過程當中 這個客運量也在慢慢的提升嘛 股價 1月的表現都還不錯 所以這些啊 大家可以留意 再來右邊的類別是什麼 營收很爛 但是股價 1月照樣表現 比如說 這個 哲哲應該有印象 文貌 對不對 1月表現大漲三成啊 營收爛不爛 爛啦 月減 年減啦 一季賺一塊 可能他要虧錢 對 這個 藍位應該打錯 應該是月減年減 月減年減 所以文貌我家 月減年減 可是用負的啦 負的 負的 然後天域 正負得負 意思說我們就用看這個正負值來說 好不好 對 那天域來講也是喔 1月表現 現在就漲了兩成多了 但是營收還是爛 營收還在底部 負方煤12月月減 三 三成多 34% 但是1月表現 總算年增了啊 對 但是1月表現 陸價漲了24% 群裡也是啊相對在底部嘛 這跟記憶體有關的 跟IC設計有關的 股價表現也不錯也在回升 台積電我們剛剛講嘛 營收 12月算是不好嘛 沒有達標 但他1月表現 漲8%了喔 書老師現在就像我們講的嘛 股 營收啊 笑死人 股價 嚇死人 對 所以這個方式完全不一樣 那這些股票 營收的這些股票 看起來 都 衰退了 尤其月增部分 你看沒有意外嘛 連增就算了啦 月增全部都怎樣 都跌啦 是 這邊還有啦 我們看一下 這邊是兩種 第一個是什麼 營收還是好的 股價繼續好 記得喔 這股票不錯喔 對 這邊 所以不論好壞都漲啊 對我們幫大家 那幹嘛研究營收 這邊要有信心 好的有機會今年更好 然後呢 壞的有機會 賺出谷底 好 那我們老師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大家各挑一檔 海水退去了 看誰是 穿那個羅勇啊 我看一下 現在海水在漲潮了 去年是退去了 那就好 現在是慢慢漲潮 海水退潮了 就知道誰穿紅色的襪子啦 好不好 是你的黃色襪子 好不好 來 對啊 那現在台幣其實創波段新高 所以我認為現在海水是慢慢回來 熱錢慢慢回來 好 664站M31其實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IPC在相關的 12月營收是在創下 新年 不是 這個歷史新高啊 他預約真是超過兩成的喔 這個是很恐怖的 所以 去年營收 原本目標只有成長20到25% 只有全年繳出來34% 是 這個營收是很好的 那今年來講的話 持續做成長 因為社會5G跟AI帶動 這個是不能改變的趨勢嘛 所以還是要更新還是要拚 那今年有機會拚這個 EPS10塊錢以上 他股本非常小 只有3.1億元 所以 這種相對小的 然後 股價成長率又高的 我認為可以來做 留意啊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 投信啊 近期在買超 這邊 他在賣 但是 賣 也沒有跌破到季先啊 這邊開始回心轉意的 所以 這邊有機會再拉上來 這邊有機會拉上來 好不好 M31 6643 這檔股票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喔 這個 這個季線在 在轉 季線沒有破 這注意一下這件事情 所以營收看起來 這算什麼 營收算不錯的 營收非常好 非常好的 希望噴出去 好不好 這M31 IC設計的 我們看下一檔股票 好 最後一檔股票 845次的這個付放美 我們剛剛講過了 營收雖然12月 是月減三成以上 但是啊 因為這個12月消費啊 這個旺季是不如預期的 但是現在有新的政策嘛 2月要普發6000元現金嘛 所以 大家都在備戰啦 刺激 單筆 大金額消費預期 對比如說哲哲你會去買什麼 我想買什麼 對 我想想看喔 我們會不會買家電啊 會想會想 有可能 對 很多人不知道耶 6000元 這個6000元也可以買演唱會門票啊 最近聽說 最近聽說那個Blackpink蠻有名的啦 訂那個門票不錯 你要買也不你買得到啦 不你買得到 我今天不小心訂到了 沒事 那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 你可以拿出來抽獎 抽獎是不是 這不錯喔 其實一堆人暗示我啊 對啊 一定幾千 幾萬得了 對對對 對那所以電商2月的促銷站啊現在是摩拳差漲的喔 過完年之後 我相信會不會有什麼 你買6000 送多少這種 促銷站 所以 85次富方美 MOMO嘛 MOMO 我相信很多人都使用 所以股價 自從這個 回升之後已經來到一個去年8月以來的新高 所以 你會發現說投信啊 從11月以來一路買一路買 股價回升 老師不是後疫情時代不是說網路 網路購物已經變習慣對不對 以前說在家裡購物會營收好啊 怎麼現在沒在家裡購物有得好 我覺得是他的位階真的太 太低了 我們來看一下XQ好了 8454富方美 我們把時間收很小 他真的是跌蠻慘的 之前股價在2000多塊 我有很清楚啊 2000多塊跌到435 可是他本一筆很高耶 對但是目前來講話真的是跌比較重 是 2000多塊跌到435 現在回到800 所以還好 還是有機會反彈 短線啦 而且我覺得這種公司其實市占率 其實網家我覺得應該不是他對手了啦 網家目前在默默 在比較這個 往下走的階段 因為公司虧錢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些公司最大問題就是很簡單 我就給他們兩個建議好不好 基本上你就是應該全力發展網路界面就這麼簡單 對他的設計我就很重要 那就像信用卡公司 一樣 不是信用卡公司 不是信用卡公司 或是以後 那你決定最方便 就是你不知道我要累積幾點才扣 而是你每一個就直接給他扣錢 其實以後網路銀行 誰 才真正的贏家才真正的玩到 不是不是叫玩到銀行就是玩到 我覺得是你把界面用的好 你信用卡可以 折底很簡單 然後你的 轉贊可以非常 方便 然後你可以隨時看你的戶頭 然後有人提醒你 甚至LINE提醒你啊 然後你刷卡每一筆提醒 然後界面非常簡單 一看就知道 哇 連70歲阿嬤 都可以用這些界面 我告訴你 那接下來那些銀行股票 那家銀行股票就可以買 就很簡單 我的看法啦 某某設計比較好 因為兩家我都有 但是我後來都會用 對啊 這是習慣嘛 我都不懂 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就是 如果你這些開發者 這些老闆 你應該就是 沉浸在這裡 如此然後 全力 全力的研發 我以為他要是看我 是不是覺得 心有欺欺欺 那些金礦股 應該找我們的 當顧問對不對 一定要找你 謝謝你 好 你今天吃完飯又特別有東西 真的啊 我覺得就是 就是很簡單 就是 大家的需求嘛 界面 轉換啊 然後去申請 換那個匯率啊 很簡單這些選項 然後那裡很好登錄 然後有安全性 搞定 就沒事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好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富販美 露娜你有常用那個 某某嗎 有 蠻常用的 都買什麼東西 剛才 都是買福利社的道具 都買福利社道具 好認真 這句話不錯 這句話不錯 我感覺充滿資訊美 又不愛亂shipping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我完全不相信 真的啊 真的啊 沒有買別的嗎 你不是說你愛亂買 你說你偶爾會亂買 可是我不用某某買 你不用某買 你說誰 蝦皮 蝦皮喔 好不好 不能買蝦皮的福家 好不好 不好買不是不能買 好不好 那是謝謝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我就喜歡用某某的 就還蠻簡單的 好不好 謝謝老師 中坤老師你呢 叫別人買就好了 叫助理買就好了 我自己也會買啦 只有我覺得 某某厲害的一點是 他們家的那個 電視購物台 我覺得蠻洗腦的 每天那個睡前 我就會看 電視購物台助眠 有可能 看一看 不小心就 我覺得你好 好好玩好無聊 你就是屬於那種 不小心又買了一台 廚師機 真的喔 真的喔 你老婆這麼弱喔 哇 然後買回來才發現 家裡根本一點都不潮濕 真的 不是你就屬於會看那種 臉書那種直播 然後臉書在賣東西那種的人 對對對 就是覺得沒事做 當作 綜藝節目來看 對對對 最後一台 不賣了不賣 這個賠本 我走啦 對啦 齁 是啦 是啦 對 好好好 時間到了差不多 我被走啦 好來我們來看 所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按讚留言喔 好不好 這有跟大家講的 所以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上線 1、3、5是解盤影片 2是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 謝光寧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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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嘖嘖救我 救救我 你這麼激動不要激動我 我不是你安哥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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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頂C頂 千斤 你賣什麼 因為 台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 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 我一直想要頂千斤 再問你 殺死你好不好 想要改掉這壞夢病 什麼都不會到了 怎麼辦 不是那個年負責 這年負責 怎麼辦 啊 掉了 原地踏步 又让机会错过 怎么踏步 感觉好像盯着我 都不吃了 在这边的黑洋纪律 超弹 哇 谢谢你的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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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个耳朵 哇 哎呦 排水最导的 你看这怎么酷 完全感觉变成一个电子 嗯 最最高 杀最低 想要改掉这坏毛病 我真的想要改掉这坏毛病 我先发脸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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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事快好 谢谢光临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让脸财富FREE FREE FREE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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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